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潮哉老师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课程是热门产品分析 我们继续来看外卖产品热门APP的产品分析 那我们先从战略层来看一下 饿了吗和美团这两款在外卖领域领先的前两位的产品 他们在战略层上有什么异同 其实在现在的这个角度来看 两款产品的一同相同的地方太多了 那么差异化变得越来越小 首先从满足用户需求的角度来说 他们都把满足用户在线订餐的需求 作为他主要解决用户需求 并没有太多的这种区分 那么从用户定位上看 那么大家也几乎走的是同样的路线 那么一开始呢都是从学校里面的大学生作为起家的 那么随着这种时间的发展 他们会把这种用户的定位逐渐的转向写字楼摆领市场 那么这无论是用户需求还是用户定位 基本来说都是相同的 但是他们的优势却有些差异 我们说饿了吗 作为整个外卖领域的鼻祖 在国内是鼻祖 那么他呢可能有一些先发的优势 尤其是在用户看来 饿了吗是专业做外卖的这种互联网的公司 所以说他有一定的这种先入为主的这种概念 比较专业 那么美团外卖呢 虽然说时间和饿了吗相比晚了好几年 但是美团外卖最大的优势呢 是由于有这种团购和合作商家的资源 包括他的递推的人员 那么有这两方面 也使得美团外卖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 能够迅速占领市场 那么美团的这种递推啊 可以说是他的核心竞争力 你可以到处可以接到美团发的这些优惠信息 那么他这种递推的能力 是美团外卖为什么可以迅速崛起 占领这么大市场范额的一个根本的优势 那么从这种模式上来看 饿了吗 是由原来的轻模式逐渐的往重模式去转 那么这里面要讲一下什么叫轻模式 什么叫重模式 其实所谓的轻和重指的就是物流 因为无论是这个什么样的外卖公司 你都不可能自己去做菜 那么都是接商家 接这种平台 那么当你无法控制这种菜品的时候 那么你能控制的 作为一家外卖公司来说 那么他只能控制食物流 所谓轻模式就是由商家 由这个餐馆 自己去控制去配送 自己去负责配送 那么配送的时效性呢 用户没有决定权 那么平台也没有决定权 只有商家有决定权 那么饿了吗 最近呢 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由这种轻模式 转向了重模式 所谓的重模式呢 就是饿了吗 自己在做自己的配送服务系统 那么现在呢 他们这种专业的 饿了吗 自己自家的这种配送模式 以再逐步的进入到各个商家 帮助各个商家去进行配送 也有效的解决了 很多小的商家 没有人力去进行配送 使得外卖订单送的比较慢 这一根本的痛点 那么美团外卖呢 目前来看 还是走的轻模式 还没有建立自己的 这种物流团队 那么我们做一个整体的分析 就可以看出来 无论是饿了吗 还是美团 在需求的把控上 都是一致的 他们都认为 学校的需求 目前来说是最高的 其次是写字楼 最后呢 才是住宅 也就是说 学生群体需求是最大的 百里儿是其次 最后呢 就是普通的住宅用户 但是从盈利空间来看 却恰恰相反 那么作为学生市场 它的盈利点是最低的 反而住宅市场 就是最高的 正因为有这种 倒置的这种现象呢 导致两款产品 都将自己的发力点 描向了需求和盈利空间 较为均衡的白领市场 那么白领市场 用户需求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 并且呢 利润空间也是比较大 而且呢 经过多年的培养 那么习惯了订外卖的一些 高效的学生群体 也会逐渐的成为 新一代的白领 这就是为什么两家公司呢 都已经把重点的这种发力点 放在了白领市场的原因 那么有着这样的定位 和用户需求 那么这两款产品 我们给他们建议呢 就是学生用户 可能较多的是 关注于价格和优惠 而白领用户呢 更多的关注的是 外卖的品质 卫生 食品安全 那么在这种条件下 尤其是高效市场 已经逐渐饱和在前提下 有大片的 这种白领的市场 有待去开发 所以说无论是饿了吗 还是美团 都应该把主要的精力 投放在白领用户的市场 并且能够推出 贴近白领用户 符合他们 订餐用餐方式的 相应的这种产品设计 还有他们运营推广的策略 那么我们在这种功能范围层上 其实饿了吗和美团 90%的功能都是一致的 那么我在这里面呢 也就不再把每一个功能点 都一一列举了 没有太多意义了 那我这里面呢 就讲一讲特色功能 相对来说呢 饿了吗的功能呢 相对来还是比较有特色的 主要有两个功能 是饿了吗有而美团没有的功能 第一个呢 是多人拼单 这个多人拼单呢 也是基于微信号友之间的拼单 当然饿了吗 背后的巨头 也是腾讯 所以说呢 它有这个微信号的拼单呢 也不足为急 那么这个多人拼单 解决的问题呢 其实是能够解决 起送价比较高 这种高门槛来设置 这样的话用户呢 可以一次性下单 一次性取货 并且呢 可以促使用户驱动用户 用户分享用户 这种方式 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成本 而且增加了销量 那么商家呢 联合饿了吗 搞这种拼单的优惠 也可以共建一个比较良性 这种循环的生态 这是多人拼单 第二个特色功能呢 叫做谁去拿外卖 那么这个完全是针对 高校的学生群里去设计的 相对来说 做的比较有个性化 比较有趣味化 能够提高用户的这种乐趣 在使用产品的时候 那么下面我们来从表现层 来看一看 两款APP的一些分析 我们先从首页上来看 首页上来看呢 大家看两款APP呢 其实差别并不大 那么唯一一点的差别 可能就是这种颜色上 先从颜色上来看一下 美团外卖颜色 主色调是橙色 那么橙色呢 可以增进用户的食欲 那么饿了吗 是以蓝色作为主色调 显得呢 更加的理性 但是这种蓝色 从这种色彩心理学的分析的角度 它其实是不利于刺激用户 去购买外卖食品的 那么从这种整体的配色来看 我们看美团的这种外卖 它的配色相对来说比较统一 杂色比较少 那么饿了吗 的这种页面呢 由于它的主色调是蓝色 而里面的很多图标呢 都是用这种暖色调 所以这种冷暖色调交替的 这种搭配方式呢 会显得页面的配色相对来说比较凌乱 这是从整体的UI配色来看 我们再来看整个两个产品 这种结构上来看 那么两款产品呢 都是采用了标准的标签导航的方式 这样的话呢 可以快捷的这种切换页面 那说到这里面不得不说 其实现在两款产品的更新迭代的速度 还是比较快的 比如像饿了吗 饿了吗 之前没有采用这种标签导航的方式 用的是抽屉导航的方式 那么显然这种抽屉导航的方式 不符合饿了吗 这种产品的架构 那么随着这种品类的增加 抽屉导航也逐渐的被淘汰 那么饿了吗 也适时的转变成了这种标签导航 那么标签导航呢 可以在满足业务需求 模块越来越多的前提下 能够便捷的切换页面 那么饿了呢 也比这个美团外卖 多加了一个发现的标签 功能的构加的全面 当然这个发现里面的内容 大多数都是大众扁评里面的内容 当然也是它的鼓动之一 也是一家子 起到这种引流的作用 那么在首页的这个上方 美团和饿了吗 都出现了这个banner 大家看 都出现了这个banner 那么banner的下面 都有商家的这种列表导航 但是呢 比较不同的一点是 美团外卖的中间采用了 一个公格式的导航 有八种分类 就是这个 八种分类 那么饿了吗呢 缺少了这一块 但是呢 后面饿了吗 又加上来 那我这个截图 还是它之前的版本 那么现在又加上来了 所以说这个产品之间的变化 其实还是比较频繁的 老师也不可能做到 都把第一时间的东西 来告诉大家 可能我今天录完了 明天又改了 所以说这个并不重要 我们主要以分析为主 我们说美团外卖 采用公格导航 那么对外卖类型 进行了八种分类 是非常利于用户 进行去筛选的 比如说我是订鲜花 我还是买外卖 我还是去选一些优惠券 我们还是去订一些蛋糕 我们还是去选一些药品 还是选一些水果 这个都可以在这个分类里面 去找到鲜的门类 而饿了吗 在这个版本里面 是需要点击外卖餐厅 才可以进入到分类的页面 才可以进行到这个筛选的 所以说呢 饿了吗 也是后知后觉 那么现在这版本呢 也加入了这种 公格式的导航方式 那么这个呢 也是大势所需 所以从产品设计来看 也能看出来 那么美团的这种产品设计 还是说比较专业的 而饿了吗 作为一家创业性的公司 在产品设计方面 一直都处于一种跟随性的状态 那么犯了一些产品设计 不该犯的错误 我们再来看 我们说美团外卖和饿了吗 都是用这种列表导航的方式 来展现外卖餐品的一些 基本情况 那么饿了吗 可能会信息给的更多一些 不仅显示了餐厅的评价数 还有餐厅的距离 而且呢会以橙色标注 起送的价格 方便用户直接的获取价格信息 那么美团外卖 使用的是菜品照片 作为整个餐厅的logo 大家看 它完全用的是菜品 而这个饿了吗 完全用的是商家的logo 来去做的 那么这两方面 其实是各有各的好处 那么各有各的想法 大家想想 为什么美团用的是菜品 做商家的logo 而饿了吗 采用的是商家的logo 标志门脸 图标 作为它的logo呢 这是两款产品的 不同的策略 那么在美团看来 可能用户并不那么重视 这个公报鸡丁 是A商家的 还是B商家的 我只要找到自己的菜就可以 它是以菜为主的 那么对于一家商家来说 我以菜品 作为它整个商家的标志 能够第一时间的 来暗示给用户 那么这家餐馆 到底是以什么样的菜系 作为它的主打菜系的 比如说这家菜系 主要以川菜为主 那么这家呢 主要是做披萨 做西餐的 那么这家呢 又主要是做蛋糕糕点的 那么这家呢 主要是做饮品的 这家呢 主要是做韩式料理的 它是通过菜品来区分 各种各样的商家 提供的一些服务 能够快速的帮助用户 去筛选商家 这是美团的思路 我们看饿了吗 为什么没有这么做呢 饿了吗 最近在干一件事 叫做品牌化 那么也推出了自己的品牌馆 那么你如果想打造品牌馆 你就需要为商家进行包装 你就需要让用户有品牌意识 那么让用户建立品牌意识 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让商家上传自己的logo 上传自己的门脸 把自己的品牌打出去 那么饿了吗 也在这一段时间 不停的在加入一些 知名的连锁的一些餐馆 这也是符合他的这种策略定位的 所以说这两种情况 其实各有各的好处 那么我们作为产品经理应该了解 为什么他们会选择这么去做 有的时候 未必两个之中 必有一个好一个不好 而是因为他们两者之间 有着不同的这种发展的战略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表现层的页面 那么搜索的页面 大家看左边这个是美团外卖的 这个搜索页面 右边的是饿了吗 这个搜索页面 那么通过这个搜索页面 其实比较明显 比较明显 那么饿了吗 这个搜索页面呢 更加的好 因为从视觉上 饿了吗 在颜色搭配上 更加符合用户 界面的简洁清晰 而美团外卖 颜色过于单一 基本就是纯文字 而且呢 更加重要的是 美团外卖是以 纯文字的方式 去显示搜索的内容 而饿了吗 却是以图文并茂的方式 展示搜索内容 它展示的方式 更加的生动 更能引导用户 去快速的去订餐 那么从搜索内容上来看 饿了吗 同样覆盖的信息 更加的全面 用户可以从搜索 结果页里面 更多的去获取信息 比如说 起送价 比如说评价 比如说 送的时间 距离输 比如说 优惠信息等等 那么这些呢 都是饿了吗 在搜索结果页面里面 就可以告知用户了 信息来说 提供的是非常方便的 那么从这个搜索功能上来看 饿了吗 它涵盖的餐厅信息种类 更加的多 功能也更加强大 当然 这可能是和接入的商家数量 有关系的 那么饿了吗 至少我在一个局部去搜索的情况 可能同一个地点去搜索 可能饿了吗 的结果页可能更多 这是一点小区别 我们再来看商铺的页面 餐厅介绍 那么对于餐铺的介绍呢 两者之间的这种差异 也相对的比较明显 我们通截图当中 不难可以看出 在餐厅菜品的分类方面 两者的这种架构方式 是非常相似的 都是采用简洁的 左侧导航的方式去做的 唯一一点不同的是 美团的外卖主打的是销售排行榜 大家看销售排行榜 而饿了吗呢 采取了销售和好评两个榜单 大家看 热销榜和好评榜 它采用了两个榜单 那么美团外卖和饿了吗 菜品的分类维度 也是比较一致的 但是饿了吗 对于价格分类更为的细致 那么从10到16价格区间 每个区间是以1作为分割的 满足用户多样的需求 而美团外卖呢 它的这种价格呢 一般都是在10 12和15 三种价格区间 那么其他的价格呢 都放在了这种底部 大家看都放在了底部 不是特别容易去发现 但这个倒是差别不是很大 那么在展示餐厅个性化的方面 那么美团外卖主要以用户的口碑 和评论去吸引用户 而饿了吗 却是以照片强的方式去展现 那么这两种方法也是他们策略的不同 美团呢更加看重评价 那么饿了吗 更加看重照片 那么在这里面 饿了吗 用这种照片的方式 其实是对于商家更好的 对于平台更好的 因为照片是最富有刺激用户 欲望 定餐欲望的一种东西 无图无真相 那么比较好看的照片 能够刺激用户的这种视觉未来 那么美团呢 没有以照片的方式 而是以评价的方式 评价呢 其实是对用户端 最好的一种方式 因为评价相对的客观 那么用户呢 可以根据评价 去筛选挑选自己想要定的餐 那么这也是两者之间战略的不同 对用户端一样